工作人员提着大小纸袋缓步寻找顾客 疫情期间金华酒店的面下车服务深受顾客青睐 刚好又碰上父亲节饭店外紧进大批排队车潮 蛮久的 30分钟吧 11点开始开车领餐的车龙步间段 原来是金华推出父亲节套餐 双人战斧牛排附上松露 薯泥 海鲜 巧达汤等 自取价只要2000多打了65折 让餐厅外民众排队人楼绵延几十公尺 抱怨声不断 饭店业者透露是因为订单爆料 正在努力排解状况 而父亲节不能不订的还有蛋糕 红叶进进出出不断补货 门口也堆满纸箱 迎接父亲节客人上门来拿预购蛋糕 他就是说没有卖小的 就过来而已 你只是来看看 对 有点吓到 另一处在台北车站旁的提拉米苏 似乎有预期到大批民众光临 安排艺人负责结账 艺人取餐 加速流程消化人潮 其实门口排了四到五公尺人楼 民众也自动自发 靠着门口L型动线走 我想吃的 顺便过父亲节 我觉得蛮快的 比意料之中还快 不到十分钟吧 开放内容 获得第一个周末 民众仍然偏后 外带取餐 尖峰时期 总要等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 就是为了赶快回家团圆 欢庆父亲节 TVBS新闻 何嘉良李玉涵 各位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